MING PAO TORONTO 近來很多朋友都問我 買了新電腦 想裝套最新的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自用 要怎樣買怎樣選才是最划算呢? 隨著雲端科技的普及 Microsoft 推出的Office 系列 已經發展到最新的Office 365 服務 那Office 365 和一般的Office 應用程式又有什麼不同呢? 以前我們買一套Office 軟件 家用版本起碼都要過千 而且過了幾年就會有新的版本推出 每套軟件都只可以安裝在一部電腦上面 Office 365 服務 就以每年或每個月的收費 以個人版為例 每年的收費就是540元港幣 除開12個月 即是每個月40元港幣左右 已經包括了全套Office 最新的應用程式 而且除了可以安裝在一部電腦上面之外 還可以在一部平板電腦和一部手機上面 開啟Office 軟件的編輯功能 由於Office 365 是用月費的形式 所以安裝在你部電腦上面的Office 軟件 亦都可以透過網絡更新 即是以後只要一個月費 就不用再追軟件版本了 除此之外 這個費用還包括了1TB的Microsoft OneDrive 雲端空間 以及有60分鐘SCART的全球通話時間 如果你現在已經付款用雲端空間和打長途電話 這個Office 365 組合 隨時就等於不用錢送了Office 給你用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原來除了以上的功能之外 只要你又在用Office 365 原來你去到任何電腦 都可以配合OneDrive和Office Online 在不安裝Office軟件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用到Microsoft Word和Excel之類的軟件 就好像我這樣 只要去browser打office.com 之後按登入 輸入了資料之後 就會見到這個畫面 你除了可以打開OneDrive裡面的文件之外 還可以開新檔案 非常方便和好用 如果你家人都想一起用Office 365 就更加划算了 因為Office 365 的家用組合 可以同時授權5個用戶 年費都是780元 除開即是每個月65元 每人每個月其實都是13元港幣的收費 以後就不用再向人借Office使用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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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